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说量子的故事 量子这个名词最近突然在世界上红得发指 大家到处都听到 去年这个网路上最红的名词之一 听说这个北一女的物理老师简老师告诉我 听说是这个互相问后语是说 你最近有没有量子纠缠 纸这个字其实在中文里面可以配上很多用途 你可以拿来尊称一般有名望的人 比如说你听过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 你也可以拿来称夫下一辈儿子、孙子 那你常常在科学上学到的听到的名词 在你国中高中就听过电子、直子、中子 但是这个量子这个名词 这个很多人都以为它是一个东西 其实它不是 它其实简单的讲它是一个微小的单位 就是有一个量子作为微小的单位 那最常见的光其实就是在微小的世界就是一种量子 我们称为它是光子 它有特定的频率的一种基本单位 这个的发现最早其实是从一个黑体菩射来的 所谓的黑体菩射 大家其实应用现在很广 你现在常常测量的额温腔 其实就是利用黑体菩射 测出来的一个能量频谱 这个能量频谱基本上它的峰值可以被感测器测量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就可以测量你的红外线的峰值 就知道你的体温是多少 可是在20世纪初期19世纪末期的时候 科学家对于黑体菩射只量到一大堆数据 并不知道它的道理 那这个基本上花了很多时间都不能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东西 如果用5点的物理来解释 只能解释这个波长较短的地方会有违背 只有在实验长的地方是相符合的 那普朗克当时提出了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提出了一个数学解释 在当时他认为应该要有一个小的东西 这个小的东西基本上 每一个原子就像一个小弹簧在那边振动 然后基本上这个小弹簧的振动频率 乘上一个他发明的一个数学常数 我们后来就叫普朗克常数 这个乘上去以后就变成你的能量的比例 所以基本上这个所有的能量 基本上就是由很多小弹簧共同组成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他就可以很顺利的解释了黑体菩射 那这个结果起开了一个量子世界的大门 后来发现所有的东西 真的都有这样子的不连续现象 在围观世界 那这个是在古典世界的人所没办法想象的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补充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这个连续 什么叫做不连续 其实这个专有名词基本上 我们通常不连续讲成是离散的概念 那大家也到公共场所去看过 也经历过 你常常走到楼梯旁边会有一个无障碍坡道 这个无障碍坡道的变化 高度的变化就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轮椅可以很顺利的在上面走 可是楼梯基本上的高度就是不连续的 它每一个变化都有一个最小的高度的变化 那在围观世界我们碰到这围观世界 其实就很像是在充满着各种楼梯的世界 然后我们生活在这个古典的世界 就好像是无障碍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顺利的进行 可是在围观的世界它就是不连续 是离散的世界 那这个不连续的量 然后这个离散的量的最低大小 我们就称它为量子 那这个就是围观世界跟古典世界最大的差别 今天可能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 量子的基本想法 谢谢大家